那么暑期里头呢 我们听到很多学员的反馈 就特别想陪伴大家一起度过 给大家一些回馈 然后呢我们学员的反馈也罢 我们私下征求意见也罢 大家普遍讲到父母教育孩子的四大痛点问题 第一个呢就是孩子迷恋电子游戏 父母很痛苦却无计可施 是吧 小孩子玩电子游戏 你不让他玩还不行 是吧 你抢过来也没有用 这是一个痛点 孩子迷恋电子游戏 如同电子毒品怎么办呢 再一个呢就是对孩子的教育和未来没有底 总是感觉心里面很迷茫 这个中国目前的教育环境也很有挑战 这个时代的环境也很有挑战 送出去送到国外去等等 哎呀也都好像没招没闹的 这个国外也不见得就好啊 是吧 美国也有白左 所以呢 没底 这个父母没有底 心里面很迷茫 第三个呢是不知道如何跟孩子聊 孩子呢又不听话 感觉根本 这个难以沟通 这个你的心头露 最后变成了你的敌人一样 怎么办呢 如何跟孩子沟通呢 第四个呢就是明明知道啊 不应该跟孩子发脾气 傻脾气 这个不要有血气是吧 尽量好好的对待孩子 但是一看孩子毛病实在太多啊 特别不听话又叛逆 常常呢就控制不住情绪啊 那怎么办呢 那如何控制情绪呢 那么针对啊 教育孩子的这四大问题 四大痛点啊 那我们举办了这次云上的特别活动啊 并且借着赵小师叔啊 这个赵小学群的每周一课的 这样一个黄金时间啊 我们今天正式推出啊 那么对这四大痛点问题呢 我们分别请相关的专家啊 以给大家这个评论和帮助 那么接下来呢 我要对今天的讲言呢 做一点简单的介绍啊 那么文斌啊 文斌呢也是我们赵小师属的学员啊 我特别的感恩啊 她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姐妹啊 同时呢 她是美国NLP啊 大学授权的国际高级导司啊 这个呃 然后她可以使用他们的高级执行师的原版教材啊 然后我可以在中国进行啊 这个心理学的这个培训和教导啊 同时她也是一位资深的副教授 有35年的教龄啊 国家二级心理执行师啊 二级婚姻家庭的执行师 也是国家婚姻家庭时讯的指导师 啊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请出啊这个文斌啊 讲我们整个啊 这个系列特别活动的啊 第一个主题啊 透过电子产品的迷恋 探索子亲关系啊 那我们就有请文斌 好像等待这一天已经很久了 然后回子信心也不太足 啊 但是今天能有这样一个机会和大家聊家庭的话题呢 呃 那么是一件啊 非常感恩的一件事 所以今天我们时间很宝贵 那我们聊一聊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孩子经常玩这个游戏啊 和我们家庭的关系有什么关系啊 那么所以我们的题目是通过电子产品的迷恋来探索子亲关系啊 也就是说当我们看题目的时候 电子产品呢 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像游戏啊 网络游戏啊 电脑啊 手机游戏或者是手机里面的各种视频 他不玩游戏 他一直在浏览各种小视频 尤其是一些烟案面的一些网络评价 那么比较吸引孩子啊 那么孩子呢 就每天拿着手机 所以呢 这个家长呢 就很焦虑啊 就是他对这个产品很迷恋 他不仅仅对游戏迷恋 可能有的孩子可能不玩游戏 但是手机是不离开的啊 那么在这个期间 我们看这个跟我们的家庭关系有什么关系 就是我们过去呢 经常从家长的角度来看孩子和他的关系 然而有没有透过孩子的角度 看一看孩子和父母的关系啊 为什么我们的孩子爱爱手机超越爱父母 爱手机超越爱学习 尤其是这个疫情以后呢 大家上网课 孩子更加爱不死守 借着网课这个途径和频道呢 然后孩子们对手机呀 iPad呀 真的是爱得不得了 爱到死去活来 真的爱到就是如果你给我断网 我就跳楼 所以呢 这个是就造成了很多恶性的后果啊 所以呢 我们今天首先呢 大概我们有三个部分的内容 第一部分 就是我们正确的看待 就是科学的发展 他给人类带来了很多很多高端的科学产品 比如说手机电脑等等一些现在人工智能的各种各样的产品 给人类带来了很多的帮助 第二部分呢 我们探索电子产品真的出了它的好处 它有没有给我们生活也带来一些烦恼 一些麻烦啊 第三部分我们探索 我们的孩子如果真的迷恋电子产品 或者我们的家人 不要说孩子 我们的成年人啊 包括我们的丈夫啊 妻子啊 或者怎样 家人聚会的时候 大家都在看手机 尤其老人过生日的时候 围着一座大家都在看手机 因为老人也不得不看手机 那么这种情况我们怎么办啊 好 我们一步一步来 然后大家有问题呢 您也可以随时发在聊天区啊 那我们可以的情况下 我们就给大家尽量满足各样的问题和回复 首先呢 我们活在这个今天这个时代呢 是 意想不到的时代哈 我记得我是八十年代的读大学 然后大概也是高中啊 高中的时候有很多梦想 我记得我们的老师 那个时候我们唱的歌是 要实现四个现代化 然后老师说 怎样怎样的未来 我说呢 我们那时候想的三十年以后会怎样呢 再过二十年我们来相会 再过十年怎样 那真的是直到我们退休了 我们看到了这个高科技时代 确实是突飞猛进的发展 也就是科学给人类带来很多便利和帮助 比如说我们的信息可以共享 然后我们在线上就可以听赵老师平台的课啊 然后我们人与人沟通关系比较方便 我们拿手机就可以打电话啊 就可以发微信是吧 那我记得早年我们用那个BB机呀 我们还要发个信息 那BB机收到还要去回电话是吧 然后对科学的发展也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啊 然后我们在网上购物也显得非常简单 只要你手机下单一点钱花出去了 然后东西过两天就到了啊 所以呢你购物呢也少跑腿 比如说像近期我们去超市啊 或者去菜市场啊都要核酸检测 那因着我有时候懒得去检测呢 我就超市也不能进 菜市场也不能进 怎么办呢 那么只能是网上购吧 现在买菜也可以网上购 所以显得很简单啊 那你看我们出行像网约车呀 打车都特别的方便啊 理财也很方便 拿起手机就看到你的银行账户 你就可以买股票 你就投资理财 然后钱呢好像不是想象的那种 过去银行排队取钱啊等等 那你只要拿手机 你所有的银行都可以进去是吧 哎 网课学习显得很方便啊 比如说我们现在就等于网上课的学习啊 人工智能时代呢 呃 未来的人工智能时代 今天时代我们已经看到了苗头 那人人都在开发这一部分 包括心理学也都在开发啊 这是科学确实给人类带来了很大的好处 那孩子们也通过手机呢 呃 学到了很多 然后孩子们 无论大人还是孩子 我们在手机确实是受益了 啊 真的非常的受益啊 呃 就是我很遗憾的是我手机没有游戏 确实没有游戏 我没有时间去玩 所以有的小朋友拿我的手机就翻游戏 找来找去找不到 呃 曾经好多年前还有那个愤怒的小鸟 现在小鸟也不愤怒了 所以 所有的游戏都没有了啊 呃 那我们在探索第二部分 就是电子产品 目前这么发达啊 人人都智能手机 甚至老人也是要智能手机 像我的 我的婆婆已经快90岁 我妈妈也快90岁了 他们都在拿智能手机 也会玩微信 甚至也会转发 甚至也会看到那些 很不安全的一些视频 然后看了之后 就会吓得不得了 会告诉我们 呀哪里哪里又怎样了 哪里哪里又怎样了 所以呢 这些老人也被这个网上的一些视频 所所迷惑 就是他难以分辨真假 他认为手机上的都是对的 所以呢 当我们听到我们觉得很搞笑 呃 的时候 他就觉得 你们为什么不相信我呢 我们看到的 然后就老人也会转发这些 呃 真假难辨的一些信息啊 所以电子产品给我们生活带来很大的麻烦 第一呢 我们发现很多信息很难分辨 呃 当你的大脑没有分辨能力的时候 你对网络的信息 你就很难分辨 啊 所以我记得 呃 我曾经有一个案例呢 这个孩子来的时候 这个孩子来的时候 他是一个大学生 然后呢 他就说 他跟我说 他说老师 呃 那是好几年前的案例啊 他说老师 南海不能打仗 钓鱼岛是中国的 啊 然后他就很恐惧那种感觉 脸色是撒白的 然后人很 很恐恐怖的那种 医院诊断时 双向情感障碍 然后到我这里来 他当他这样说的时候 呃 他的妈妈爸爸 一直用手去捅他 说你不能这样跟老师说话 哎 那我就笑着跟他说 我说是的 我说老师看到 你是一个特别爱国的孩子 你的心 一直担心国家有战争 你是一个忧国忧民的孩子 我说对 钓鱼岛是中国的 南海不能打仗 对 当我这样给他同理回应的时候 呃 这个 这个学生就 长出了一口气 他就放松了很多 然后他脸色就开始转变 我就可以跟他沟通了 也就是说 他妈妈爸爸说 他每天看的都是一些负面的信息 然后尤其一些负面的评价 啊 然后就会很恐怖啊 那么这种现象 在我很多个案的孩子当中都会 比如说 呃 有些孩子来了之后 我会问他 这一周你有什么收获呀 然后可能某某孩子 他就会哭 他说老师 我看到了 网上被网爆的某一个孩子 我看到那个网上评价 哎呀 我很难受 他们为什么会那样说呢 哎 他就会进入到那个很多负面的评价的那个状态里 他就很难受 所以呢 你看网上的很多 这个负面的信息 为什么好多人去关注 而正面的信息 却很少有人关注 这是跟我们的大脑和这个网络信息有关啊 那么第二呢 那么第二呢 我们会发现电子产品给我们带来一个虚拟的世界 虽然人际关系 人际关系方便了 然而有没有发现 大家在网上可以沟通 然后见面就不说话 就是当网友见面的时候就不说话 然而呢 我也会发现好多人在网上谈恋爱 居然也能结婚 然后生活中也能生出孩子 然后就说他们透过一个虚拟的网络世界 然后想象自己想要的人际关系 那我们说这个有时候是不现实的 因为毕竟是网络 你是摸不到的 我们人类的双手是触摸世界的 人的眼睛是看真实的世界 那网络的这种人际的虚拟的空间 对它能够维持到什么程度 所以呢 这个也是给我们生活带来一个麻烦 那科学的发展缺乏了人情感的交流 对人与人之间通过机器来交流 所以呢 你看为啥有很多很多的人喜欢上网 却不愿意走出家门和外面的世界连接 尤其疫情 大家就是被迫的关在家里 那就是说真的是人与人之间缺少了情感的交流 当你缺少情感的交流 你的大脑的情绪脑的部分就不会健康 因为你一直在和想象的人在交流 所以你没有真实的情感交流 那我们今天看到哈 就文明老师去年退休的时候考察了一些 就是中国的心理学发展 会发现范氏和国家这个投资款 有关的好多心理学 这些大教授们 他们都在做什么呢 做人工智能机器人咨询师 他们希望他的机器人咨询师代替心理咨询师 然后他把很多的这个语句呀 就是数字化嘛 叫数字心理学 那么坐在机器里 然后你将来有异于证 你不用去医院找咨询师了 你就跟机器聊天 然后你说什么 他就会给你回应 他会看到你的表情 然后判断你的情绪 然后你上一句 他问你一句话 你上一句回答 下一句回答 他就判断你的心理到底有什么情绪 那我记得我参加一个小型 比较私密的研讨会 都是专家 那么他们拿来手机给我玩一下 说王老师你看一下 我们的这个软件做的怎么样 他说你跟他对话 然后他就问我 心情怎么样啊什么 然后我就随便回答 然后整个那个软件的 那个就崩溃了啊 那也就说 我故意和这个机器 斗智斗勇的时候 机器就不灵了 因为他是按人的设计 把那个软件放到机器里 他并不是真的智能的咨询师 所以我觉得机器如果能代替咨询师 那么那个被咨询的人 可能慢慢也变成机器 因为他会改变你的认知 他会安装新的程序给你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未来比较困惑的一件事 我不知道真的发展起来会怎么样 因为这种软件和这个人的心理测试 他们已经用在飞行员啊 或者是这个公务员考试啊 等等一些心理测试当中 甚至他会记录人的内心情感的所有的数据 在大数据里 所以未来不知道会怎样 我不评判啊 第四个呢 我们说生活购物虽然简单了 但失去了体验感 我们人过去是一家人去逛商场的是吧 对我们要去菜市场 或者去那个农家去买去尝去体验 然而如果完全进入网络时代的购物 那么很多实体店没有了 大家就就像机器人 就没有体验感 没有体验感 你的脑神经发育就受到了限制 还有当你少跑腿了购物了 那大部分人喜欢宅在家里啊 然后甚至线上办公 线上办公 你看疫情时候好多公司都是线上开会 线上办公 在某一个时间内 你必须坐在电脑前 然后老板能看到你是吧 然后无论你当时你脑袋在想什么 但你一直在线上办公 保持你在线上 甚至网课 因为我们也是经常上那个学校的网课 那网课你会看到 好多学员人坐在那里 不知道他在想啥 甚至有的网课为了保证那个对面老师 看到这边有个人 找一个人代替他坐在那里 然后稍微侧下身 就是那个摄像头 不要看到他人脸 就是有个身体在那就可以了 就是找人坐在这里假装听课 所以这种状态 你觉得是真实的吗 No 你看网约车等等 这个线上打车 这个系统出现的问题 你们也都知道的 还有理财 像网络诈骗 银行股市 我们看到都没有感觉了 因为你看到的就是数据 你根本摸不到钞票的感觉 所以你对钱那种渴望 对财富那份热爱的感觉 已经变成了对数字的热爱 所以对金钱没有感觉了 就像现在好多人家里没有现金 是吧 对我们有时候为了这个奉献 还特意到银行去取现金 那么你取现金 有时候还怎样会遇到一些不方便 所以你看网络的这个钱财的流动 也让你感觉这个钱都不是你的 因为钱在手机里 是吧 因为你没有感觉到那个钱是你的 网课学习呢也是全凭想象学习 那这个全凭想象对讲师是很有挑战性的 所以我们每次听赵老师讲课的时候 就每次听都会被激发 因为赵老师的课特别让开发我们的所有的感官 让我们对这个课程的内容和我们的使命和愿景都有触动 那么是不是所有的网课的老师真的都能实现这样的效果呢 不一定 所以你看学校的网课基本上靠学生想象 效果一定是没有地面可以好啊 人工智能时代呢 各种信息更加透明 没有秘密啊 所以呢 尤其现在网络的什么游戏啊 短视频 一些碎片的信息 它可能会改变人的大脑结构及认知 因为我们的大脑呢 早年的成长发育 它是一个连贯的 细胞是逐渐发育的过程 就像一个孩子 他如果玩游戏 玩沙子 玩泥土 像我们小时候那时候没什么玩的 就玩泥巴 玩沙堆 像我们在北方玩那个大木头 树皮 没有人管嘛 一群孩子随便玩 那么就很专注 那他大脑发育就很健康 因为他孩子们一直在专注在大自然当中去玩 然后他跟大自然直接去触摸 去闻 去感受 去看 去听 甚至我这几天我们都在山庄 我们在做一个营会 那晚上的时候听到那个树叶 还有那个知了的那个声音 就觉得哇 真的回归自然的感觉 这个是天然的人大脑神经细胞 发育所需要的环境 那么然而目前孩子们或者成年每天拿着手机看到都是对这些碎片的信息 你的大脑发育都是碎片化的 知道吗 你的神经细胞的发展都是碎片化的 你连不上 所以为什么今天很多家长抱怨我们的孩子专注力不够啊 吃东西 然后做作业 做着作业 刚写半导题 又去趟厕所 为什么 因为他没有连贯的这个习惯 然后他脑神经在早期发育的时候 他就没有这个非常完备的过程 所以好的家长 一定是孩子玩 不要去打扰他 比如说他就把你们家那个小米大米 倒了一地黄豆 允许他去玩够了 然后再跟他建议如何去收 而不要责备他 甚至他正在玩的时候 你要让他吃饭 你不要打扰他 允许他玩够了 然后再吃饭 否则的话 你的孩子刚刚建立一种想象和认知 感受的时候 你就打断他了 所以这个孩子一直被成年人打断的孩子 就不容易有好的这个专注力 所以呢 这是我们说 实际电子产品今天发达了 在座的可能成年人比较多 给你生活实际也带来很多麻 我们每天好像如果离开手机 就好像你心都丢了 所以睡觉是手机 早上睁开眼睛手机 做梦都在摸手机 对 工作摸手机 下班摸手机 现在手机都不丢了 为什么啊 因为你随时都要拿扫码 对吧 你走到哪里都要扫码 所以手机甚至现在拿 抓在手里不丢 甚至没有人捡你的手机 知道吗 因为捡到你的手机 它也没什么用 所以呢 大家手机真的抓得紧紧的 因为你随时都要被检查 好 我们看一下 实际我们说电脑和网络啊 它有几个世代的发展历程 我们看一下这张图啊 这就是早年的计算机 对 它如何很庞大 那个时候还是晶体管 电子管的那样的老式计算机 然后数据呢 是比较少的 慢慢变成那种大的箱体的台式电脑 慢慢的是那个 这个平板 慢慢的是手机 最后有一天可能我们的这个电子产品 直接装入你的大脑的芯片 所以呢 就是我们各位家人都懂的 就是有一天芯片真的植入你的身体 那个时代难以想象啊 或者是你已经想到了啊 那我们就去想象吧 那也就是说 我们早年的计算机 人类发展到一定程度 它是用来做数据的 然后慢慢作为工作学习 然后查询资料 或者是做文件啊 然后做软件啊 做设计啊 使用电脑啊 如今呢 这个手机是不是真的帮助我们工作 学习查资料的呢 No 那我们回到这张PPT啊 就说 电脑及网络 以及手机电子产品 今天到第四代的时候 它的作用是忘忧增去 成就自我 结谨 结谨欲望 也就是说 今天你的手机为啥 爱不厮守了 因为它已经成了你的爱 甚至你的爱人 甚至你的心 或者你的大脑 就是人们现在使用手机和电脑 不单单为了工作 学习 而是来满足人心里的需求 所以当如果这个电子产品 它能满足你心里的需求 你的心就会跟它连在一起 当你的心和一个电子产品连在一起 甚至电子产品里面 那个人连在一起 那个信息连在一起 那首歌连在一起 或者某一个事件连在一起的时候呢 你的心 你的大脑 整个人就跟他有一个比较亲密的关系 你会觉得他是你生命的一部分 所以为什么今天当家长断了孩子的网络 断了孩子的手机 他就没命了 他就宁可跳楼 所以这样的事情都会有发生 这个是因为你的孩子也好 成年人也好 他都把手机当成自己的生命 等一下我们会讲 为什么手机成了你的生命 或者是孩子的生命 好 那我们看 就是稍微给大家补一点 大脑的常识 大脑结构的常识 我们看一下这个图 这张图呢 它是一个脑图 我们说人类的大脑和哺乳动物的大脑所不同的 就是它有前额叶 对 那么它有皮脂部分 那么这部分就是我们的额头的部分 前额嘛 对额头的这个部分的这部分大脑是我们的认知脑 它是我们的理性脑 我们的真理信念都在这里 对 对 真理信念都在这里 也就是说你 为什么有人说前额越高 说这个人越聪明 理性越强 那么当然这是也有骨骼的原因 就是你的前额叶大脑这部分越发达 你这个认知人类的智慧这部分越多 那么中间的这部分 有很多红的部分 这个我们叫它情绪脑 情绪脑呢 就跟我们的心情有关 情感有关 情绪有关 那我们说了 如果一个手机成为孩子的情绪脑的一部分 对它需要有手机我就开心 没有手机我就不开心的时候 我们就来探索 为什么大脑和手机有这么紧密的关系 那我们说人呢 如果这个人的情绪脑 就是性人和的这个部分呢 他有爱的缺失 也就是说 人正常呢 当开心的时候 他情绪脑就工作 然后他就会分泌那个快乐的物质 我们叫多巴胺啊 或者是其他的物质啊 就让你产生快乐的感觉的 那么这个红色的就是属于快乐的 我们叫快乐水也好 多巴胺也好 它是从这个情绪脑分泌出来 来营养前额叶的 就前额叶之所以能长得很健康 他需要情绪脑快乐 才能分泌身体 才能分泌多巴胺 这个多巴胺才能让认知脑成长 这是一个原理 也就是说 只要你开心了 你大脑就舒服了 那么这开心的源头在于性人和 那性人和这部分 如果这个孩子 或者你作为成年人 你小的时候就不快乐 那你就很少分泌这些快乐的物质 每天活在很压抑 孤单 无话可说 这样的状态 那么你这个快乐的物质 就分泌不出来 分泌不出来 那么你就很压抑 然后你的大脑甚至就晕 或者懵的感觉 那么如果突然有一天 孩子被老师表扬了 他就快乐 他大脑就前额叶就开始发育了 突然妈妈爸爸鼓励他了 他前额叶也开始发育 多巴胺开始发育 那么然而 如果妈妈爸爸一直是负面的给他 批评他 指责他 老师也觉得你很笨 一向的猪 对 经常有这样的老师 因为我也是老师 那么这个时候呢 孩子体内多巴胺分泌不出来 他就分泌 其他的这个 让你不舒服的化学物质 知道吗 对 那么我们可以叫他皮脂唇等等 其他的物质 那么让人就不舒服 他身体就产生了毒素 那么当身体不舒服的时候 你又不去运动排解 那么这个孩子长期就会压抑 压抑之后呢 到一定程度他就很孤单 他不愿意跟人交往 然后呢 他就会自我封闭 他面对周围的人 他有害怕的感觉 恐惧的感觉 那么如果突然发现游戏让他很快乐 那么让他打过一局赢了 对 他很兴奋 游戏还告诉他 哇 你很棒 你这么优秀 然后他开始分泌多巴胺 对 然后呢 他就很开心 然后继续打第二局 第三局 当不断的打游戏 一直在赢的时候 游戏当中一直给他鼓励 所以你下一局肯定会更棒 然后你会赢多少局 你又升级是吧 然后不断给他奖励的时候 不仅给他网络虚拟的一些奖励 也让他的大脑得到了奖励 就是他分泌多巴胺 所以呢 还是靠游戏来让自己大脑舒服的 如果没有游戏 他的多巴胺分泌不出来 这样的话他就很难受 所以手机成了他解忧的一个陪伴 那么讲到这里的时候 各位家长们有没有一点反思 你的孩子爱手机 为啥超越爱父母 原因就是手机里的信息也好 游戏也好 甚至手机里的网络的朋友也好 一直给他认可 关爱他能够大脑分泌快乐的物质 而生活中妈妈爸爸没有时间陪伴 然后经常责备打压批评 这个时候孩子在父母的身上 获取不到这份爱的物质 那么他就到手机里去寻找 因为他没有什么其他的 因为现在孩子都不参加户外活动 不像过去 过去可以爬山玩游泳 对现在孩子真的是 在家庭中找不到快乐 他就在手机中寻找快乐 大概这个就是大脑的这份原理 所以你看那些成瘾的孩子也好 那些酗酒的人也好 成年人抽烟的 他为什么一抽烟他就平静了 因为只要他抽上烟 然后他这个情绪脑被安慰了 然后他就会产生这个快乐的物质 他就感觉心情情绪就平和了 然后大脑平静下来 对呀 酒也是一样 烟也是一样 包括毒品都是一样的 那我们说手机也是一样 所以当孩子迷恋手机 你知道实际跟吸毒原理 基本上是一样的 只是依托的形式不同 依托的形式不同 好 我们看一下 重点呢 我们谈一下 电子产品究竟给我们的孩子 带来什么危害 谢谢大家在评论区 电子产品呢 对 到底给我们带来哪些危害 首先我们未成年人 尤其18岁以下的孩子 他对电子产品开始是好奇 好玩 然后到迷恋 到成年的过程 对 所以它是有一个过程的 不是从开始就成年 说开始就迷恋 然后大脑认知结构呢 也逐渐发生变化 会发现只要孩子 长期的在手机 在游戏当中 或者迷恋手机的一些小视频 迷恋网络的这个 这个活跃的网络评论的区域的时候 那么他的认知开始发生改变 也就是他大脑的理性脑 我们说大脑的理性脑 上帝造我们的时候 这里是有和动作不同的是 他是有真理 有信念 有认知的 然而如果你的孩子 或者你本人在网络当中 不断的吸收网络的一些 不健康的一些理念和认知 你的大脑结构就可以发生改变 你的认知吸收进来之后 你的大脑就受伤 当你受伤以后 一些扭曲的认知就影响你的健康 还有呢 成年的孩子的大脑的脑波呢 和老年痴呆脑波比较相近 等一下给大家看图 你就知道 所有的青少年孩子 如果看到这张图 他就不在你里面 因为他知道我的大脑是很宝贵的 我不能被游戏去洗脑 所以我们有时候知道说游戏不好 然而你不知道为什么不好 不好在哪里 所以你天天告诉孩子不要玩手机 结果你也天天拿手机 是吧 那你天天告诉孩子不要玩游戏 千万不要玩游戏呀 然而孩子收到的就是玩游戏 为什么呀 因为你用了否定的词 所以这个又一个常识告诉大家 如果你不想让孩子玩游戏 千万不要说不要玩游戏 因为我们的潜意识会过滤负面的词汇 他只接受正面的词汇 你只要传给他的信息是不要玩游戏 那他大脑收到的就是玩游戏 玩游戏玩游戏 对 那如果你说你不要吃 千万不要想那只蓝色的大象 千万不要想蓝色的大象 实际我们大脑里出现的就是一个蓝色的大象 他就会一直在想知道吗 所以你跟孩子的沟通 最后另外一门课就一定用正面的词汇 对 比如说看神的羔羊 对 或者说你是君尊的祭司 这都是正面肯定的语言 再说一句话 那如果你不想让他玩游戏的时候呢 让他写作业你可以用正面的词汇啊 你说孩子你是五分钟之后 写作业还是十分钟以后写作业 或者你十分钟以后写作业 还是五分钟以后写作业 对你用这样的词汇去引导 他大脑收到的信息是写作业 所以人的孩子为啥不听你的话 是我们的语言出了问题 你给到孩子大脑的信息 他收到的你说的传播的信息和收到的信息 是不一样的 所以呢 孩子的认知就不一样啊 而游戏中给到的一直是鼓励 知道吗 你很棒啊 你很优秀啊 你很帅啊 哇 你是一位美女啊 对呀 人家都用肯定的语言 这是心理专家设计的 知道吗 对 如果他说你很笨 所以呢 就是在有些孩子成年很严重 像台湾哈 有些家长超级有钱 然后呢 他为了挽救他孩子的大脑 他就要花钱 组队一群人跟他儿子一起玩游戏 对 然后这些玩游戏的人 心理咨询师会告诉他们怎样沟通 就他们会在游戏中骂这个孩子 直到他慢慢的远离这个游戏 对 用这些方式慢慢的 当然要花很长时间 好多人 就是老爸要投重金 布一个团队来陪他儿子玩游戏 然后慢慢的在游戏中把它带出来 就是先跟后代嘛 对 所以呢 还有游戏成瘾属于行为成瘾 告诉大家 我们说成瘾呢 游戏属于行为成瘾 毒品 酒瘾等等 都属于物质成瘾 那么呢 他的成瘾的原理都来自于大脑的结构 那么他们的原理是相近的 那么这个要引起大家重视啊 那我曾经提出一个观点 我在北京跟一些 这些 戒毒行业的就是这个 因为文明老师是 我们中国这个 这个中国最好的戒毒所的长期的公益 公益心理治疗师 所以我和他们打交道比较多 接触吸毒的人也比较多 这样案例比较多啊 那么我曾经跟他们提出 我说今天如果不关注青少年的这个游戏 或者心理这块啊 有一天他们长大不仅仅是玩手机成瘾 而泄药吸毒 因为有一天手机 他只是行为成瘾 行为成瘾 有一天分泌的多巴胺已经无法满足他大脑的需求的时候 他就会选择毒品 因为毒品更加厉害 所以呢 当我跟他们提出的时候 当然我不是从书上学来的 有一天你会了解我 我上课真的是不怎么备课的 就完全是凭经验 就说有一天你会发现今天孩子 如果从小我们不给他一个快乐的 安息的喜乐的童年 可能他就会 不仅是玩手机成瘾呢 我这咬牙切齿的在说 他有可能去吸毒啊 如果吸上毒 你再接就更加难 因为他完全是物质成瘾 他吸在身体的 好我们说游戏呢 是最可怕的吗 好像游戏本身并不可怕 再给大家探索深度一点 就说一个网络游戏 他有他这个团队有三部分人在做 第一部分就是网络工程师 是吧 他要做软件 第二部分人群就是美工 他要把里面做的很性感 很好看的场景 第三部分就是有一个三观不正的 心理专家团队 那么这些专家团队在做什么呢 所以所有的孩子 大人你如果在游戏里沉迷 你真的是中了人家的招 这些心理专家他在干什么呢 他在养你套你最后杀你 最后养套杀 小的时候孩子们玩的小游戏 他养着你你不用花钱 然后只要你开心就好 然后你只要你在我的平台里一直刷 一直刷一直刷是吧 然后呢套就是套你的钱 开始往里投钱 对往里投钱 然后呢最后有一天你投的钱都不够 你整个人生命都掉里面了 最后就把你的大脑完全杀掉 你整个人的脑袋 结构都发生改变 这个是最可怕的 心理专家他做的是什么呢 就是每当孩子进入游戏的最兴奋的状态 比如说他赢了 他过了一个关 是吧 有些孩子为啥拿着手机不放 因为他在闯关呀 哎呀他在闯关呢 然后这时候要是断电的话 或者断网了 或者怎样 现在这个我们断电断网都没有关系了 不影响5G时代是吧 那么如果你这个电信公司断网了 那整个世界都没有网络了 就是人就像断了命一样 所以这个网络居然成了今天这个时代的一个心理的这根线 哎呀这个非常可怕 我越讲越激动 那就是说在游戏最通关最关键的时候 游戏里会跳出几句话 或者那个声音 他就给你植入信念了 植入认知 然后你的大脑就吸收了 在你最兴奋 你多巴胺分泌最高涨的时候 他就给你一句话 那么这句话你就吸收了 你就觉得哇游戏让我很快乐 哇就是你是我们的赢家 你是什么什么 哇你的那种价值感存在感就爆棚 所以呢孩子就不断的在里面被洗脑 实际玩游戏本身不是最重要的问题 重要的就是那个认知出了问题 就是孩子的认知脑一直被游戏所洗脑 所以呢你看成瘾的孩子就会有极端的行为 原因就是他的认知出了问题 还有很多极端行为 比如说自杀杀别人 甚至我们都听说各种各样的案例 文彬老师就不一一的去举 你们都懂的 就是网络给孩子们带来多少极端的行为 举个例子 比如说台湾有一个孩子 他是大概是十几岁吧 也属青春期 他网络游戏玩到一个什么程度 在游戏中玩的是杀人的 对有一天呢 他就他那个天天在游戏里杀人 他就认为游戏就是生活 生活就是游戏 他就把游戏当中改变他的大脑认知 他认为这个虚拟的世界是真实的 所以呢他要杀人 在生活中杀人 然后他预谋好了 他就上了地铁 地铁呢我们知道 去过台湾人都知道 实际台湾的地铁也好 这个高铁也好 都不怎么安检的 你真的带武器进去真的是查不到的 可能台湾人比较文明吧 一般都不带 因为我当年去的时候 我去学习 然后我拉着大箱子 我们在国内都是要安检的 就是要过那个扫描是吧 台湾根本就没有 所以你箱子里戴一把匕首 无人问君 如果你要戴枪或者毒品 也许被闻到是吧 但是你戴一把那个金属的刀 可能都查不到 那么这个孩子呢 他就上了地铁以后 他就选择两个地铁 最远的距离的那个车厢 从头杀到尾 他并且拿那个刀 专门杀人的脖子 脖子那个动脉 哇一个一个杀过去 他大概杀了有 杀伤有一两百人 好像有三个抢救无效死亡 当这个孩子被警察控制以后呢 来到警局的时候 他并没有觉得杀人是犯罪 因为他在游戏呀 然后他在通关知道吗 就是说还在游戏当中 被植入了扭曲的信念 告诉他你杀人是正常 是快乐的 你还会赢 你可以到生活中去杀 结果他真的去杀了 那么最后他就问警察 他说死了多少 我杀死多少 然后警察说 警察没有告诉他事实 他说一个都没有死 对 然后呢 这个孩子就很悲伤 他说完了 我这局又输了 他没有觉得杀人是犯罪 然而呢 他说我这局又输了 然后他就抑郁了 他整个人的大脑就搭了下来 因为他抑郁嘛 是吧 好 这是一个很可怕的现象啊 我不知道我们今天的孩子 如果我们不去挽救他们 有一天会不会也会这样 刚才我还想举一个例子 就是想一想啊 先往下讲吧 我们看一下这三张图 这是脑波的图 左边呢 第一个是正常人的脑波 对 中间呢 是老年痴呆的脑波 最右侧的是网络少年 网瘾少年的脑波 对 甚至你可以截一张图啊 对 告诉你身边的孩子和大人 也就一个正常人的脑波 老年痴呆的人脑波 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他已经老了 对 他那个神经连接啊 信息都不准确了 是吧 对 然而呢 我们会看到啊 网瘾少年的脑波 还不如老年痴呆的脑波 当我把这个图给一些青少年 头上看的时候 头到屏幕上 孩子们都吓一跳 我说哇 天哪 所以孩子们看到这张图 就不敢再玩游戏了 因为谁都不希望 都希望 所有的孩子希望自己很聪明 很智慧 然而他都不希望大脑改变 所以呢 游戏的危害 真的是改变我们孩子的健康的大脑 本来生下来是健康的 然后被游戏洗脑以后 被游戏的认知改变以后 然后呢 他就 真的是 非常的悲惨啊 如果真的是 到了网瘾的状态的少年 他的大脑真是这样的 好 我们往下分析 我们稍微了解一下 成瘾的一些知识 比如说游戏成瘾呢 他属于行为成瘾 毒品属于物质成瘾 那么两者形成的轨迹不同 但是呢 类似啊 如果一个人在正常生活中 靠自己能创造快乐 让自己有快乐的能力 然后呢 在他成长的过程中 不断的被父母认可 那么到了青春期 他逐渐的建立自信 自爱 自尊 自己给自己认可和奖励 那么他就会自己 自动会分泌足够的多巴胺 那么他能够为他的身体 能够保驾护旁 就是说他可以正常健康的活在 活得比较开心 就是说你自己首先 你通过你生命 内在的力量 让你产生多巴胺 对 让你很快乐 所以说喜乐的心是良药 是吧 说常常喜乐 为什么让我们很健康 这是真理 因为你常常喜乐 你分泌的物质 不仅是多巴胺 还有有关态的物质 那我们说 那个长期让你保持健康平稳的 对 这些快乐的物质 怎么能够分泌出来 源于一个快乐的生命 一个平安的生命 一个喜乐的生命 他才可以分泌快乐的物质 知道吗 对 所以某种程度 我们说从心理学的角度 如果这个人心理健康 他可以分泌多巴胺 他很快乐 如果这个人心理不健康 他可能多巴胺分泌的就很少 他就会抑郁 焦虑 崩溃 甚至自杀 自责 对 就会这样 所以心理健康还是最重要的 从生理的角度 我们说人一个心理健康 他可能就不会去成年 好 那问题来了 是不是所有的孩子成年 源于他心理不健康 对 我提一下这个问题 在座你可以思考一下 是不是孩子沉迷于网络游戏 有一个先决条件 就是心理不健康 他首先是一个不健康的孩子 他才可能成为网络的沉迷者 我们继续往下看 如果一个孩子从小被否定 他很自卑 同时家庭氛围不好 比如说父母离异 单亲 留守儿童 快乐身体 就对快乐记忆的经验很少 他只能向外求 他里面产生不了多巴胺 那么怎么外求啊 比如说别人鼓励他 游戏鼓励他 老师鼓励他 对 然后寻求别人的这个认可 别人的表扬 他才能满足他的快乐 这个就是一个 他为了让身体产生多巴胺 从生理的角度 他就外求 这个就叫外因 你看这叫内因和外因 这个就是这个深层的心理学了 就是有些人 我是自己可以创造 卓越的情绪状态的 那我始终保持一个快乐状态 我安息很平安 有些人呢 我自己没有快乐 我去外求 所以为什么今天我们看 无论成年人还是孩子 都需要被鼓励呢 都需要被认可 需要别人拥护他 他才满足 所以呢会 那么这些外求的人 如果我们在座的伙伴和家人有 就是你做事总希望被别人看见 然后 甚至我们的一些带领者也是 我做了我一定让别人看见 等等 一直在寻求人的关注的 可能你就是一个 在过去的生活 生命成长的历程中 你 你没有自己内在的满足 你缺乏这种内在的满足 就内因是不足的 然而在外因上来不足 当然这是一个 一个正常生命的 一个自我保护机制 比如说孩子在家里缺爱 他就很容易早恋 谈恋爱呢 他容易激发那种快乐的物质 比如说被认可 他有归属感 他又获得满足感 那么呢 所以他在爱情当中会获得满足 那在爱情当中呢 会产生这些快乐的物质 然后玩游戏呢 也能让他产生多巴 因为游戏中有很多的奖励机制 对 你看现在很多青少年营会也好 孩子啊 都跟打鸡鞋似的 所以我们做的营会和普通营会不一样 我们是整个让孩子们自由的过程 我们做的是真的 是让孩子快乐中成长 快乐中学习的这样的营会 甚至孩子很调皮 我们都接纳 甚至孩子超出人 成年人的管理的能力范围了 那我们也允许他 我们会觉得他们很好玩 他们终于有机会在这么一大群老师面前 然后可以让他天然的生命展示出来 而没有被压抑啊 所以呢 前几天我们看群有 有家人在发那个 就是给孩子很大的压抑的那种青少年营会 鼓励各位家长不要把孩子送到那里去摧残 对 那个只能让你的孩子受伤 没有爱 甚至有些赢会用爱来绑架孩子 所以我们在这已经做了三天 我们不用说老师爱你呀 助教爱你 No 我们都不说这个话 就让孩子自发产生 内在被激发的那个过程 让他自己成长 不要说 哎呀 老师这么爱你 你还不听话 这样的话我们都不说 一定让他自发的产生那份满足和那份爱的归属感 让他里面的生命被激活 一个健康的生命 他里面就是拥有爱的满足的 一个不健康的生命 他才缺爱的 所以呢 我们说你看 孩子迷恋手机一个先决条件 首先他是一个缺爱的人 如果他爱足足的 他不会沉迷于网络 你不信试试看 对 那么然而呢 如果他的多巴胺一直在外球 体内不断的分泌 多巴胺呢 我们说人体这个多巴胺分泌是有耐受力的 所以你看有的人运动也会成瘾 他要天天运动 健身房每天都去拉伸 对 每天都做佛场等等 为什么呀 因为只要他不运动 身体就难受 就他不再分泌了 或者分泌他已经耐受力了 这也是一种成瘾 所以长期让自己产生多巴胺也会成瘾 所以你看我们有的家长说 哎呀孩子暑假送到有些那种很惨的盈会去 让他打一下机械 冲一下电回来 我说冲电回来有什么用吗 他说会好一阵子 然后呢 又不行了 又打回原形 我说对 因为多巴胺分泌 他是暂时的 他不能持久 是吧 对 所以不要鼓励孩子去那种特别短期激发孩子多巴胺的地方 所以呢 你会发现孩子玩游戏产生多巴胺 他就要长期的玩 只要他不玩放下游戏 他就难受 吸酒 吸烟 喝酒 吸毒 是被动的产生多巴胺的一种成瘾的模式 比如说 他只要吸毒了 对 毒品这个化学物质进去之后 他那个神经地质 他会自动的 就化学物质进去 他就能代替 甚至他这个毒品能超越多巴胺的那个刺激的感觉 对 然后他是被动的产生快乐 然后比较快省时又省力 就只要我喝酒了 我就舒服 只要我抽烟了 我就平静 只要我吸上毒 我就天马行空 就是因为我处理 我不知道处理了多少个吸毒的案例 好无数吧 数不过来 我也没去数他 我觉得这个我不需要去数 有需要我就可以帮助 那么这些吸毒的人 跟王老师讲 说老师你知道吗 我们只要吸上毒品 我们想来啥就来啥 对 甚至吸毒的人 他们 你们知道他们的日子过的是 那种生活 他说如果毒品摆在前面 还有女人摆在前面 我们宁可选择毒品 我们不要女人 知道吗 对 他们的生活很迷烂 对 那么你就知道 这个成年有多可怕 对 这个就是我们看到了 一个孩子如果迷恋 手机 网络 有一天他可能会物质成瘾了 那么先决条件就是 他首先是一个缺爱的孩子 首先是一个缺爱的 所以这里呢 我举一下我的孩子的案例 我的孩子是90年出生 他那个年代小时候 小学的时候玩的是那个手柄 小霸王游戏 那么都玩过 那么后来呢 他有些就个女孩子喜欢的游戏 我看到手机有时候也会玩 iPad也会玩 然而他好像从来没有迷恋过 他就觉得我玩一下 感受一下 我看游戏到底是怎么回事 对 到现在为止 他也从来没有对游戏产生依赖 反而呢 他在游戏当中 发现了很多 对 他去研究这个东西 所以呢 这个就是一个不能成瘾的孩子 就是你iPad给他 他也不会成瘾 那么可怕的就是 我们现在很多家长 在孩子很小的时候 一岁两岁就把苹果 就把这个平板给孩子 孩子就在那里触摸 从小就培养一个成瘾的小孩 然后妈妈爸爸就去做自己的事 也就是这个叫iPad保姆 对 你妈妈爸爸不再陪伴孩子 有这个iPad保姆陪伴孩子 孩子就把这个iPad 做为自己最亲密的朋友 从此以后 他不需要妈妈 也不需要爸爸了 只要有iPad 他就去 他就开心 所以当你把这个平板拿走 这个孩子就 就完全的活不下去了 所以 世界最小年龄的一个强迫症 就是英国的一个四岁的小孩 对 他就是从小摸iPad 导致他的双手 他的手只摸那个光滑的平板 他不去触摸这个世界 所以大脑结构严重的扭曲 这么小的孩子扭曲 他不是一身都扭曲 如何修复他 很难修复 好 讲到这里的时候 你有没有点害怕 被老师吓到了 说你讲的东西太可怕了 现在已经10点50 那我们 我要快一点讲 一个真正的网络 成瘾不是问题 而是表象 一个网络 一个网瘾的孩子 背后呢 大部分都是青少年的抑郁症 也就是一个成瘾的行为 前提是有抑郁的基础 才会成瘾 多巴胺有从游戏中获得 不再依赖家庭的温暖 和生活的乐趣 他就可以分泌多巴胺 所以呢 如果你的孩子迷恋了游戏 目前还没有成瘾 请你给他爱 而不是夺走他的手机 不是断游戏 甚至你都不能断他的游戏 因为游戏是他的陪伴呢 你要把他的朋友拿走了 他真的没有朋友 对 而呢 父母要给他更美好的 更快乐的时光 更多的爱 先把你的孩子抑郁症治好 然后他自动就会放下手机 好 下一句 又因可能是亲子关系的破裂 父母的离异 重要他人的过世 对 生活当中 如果是 妈妈爸爸对孩子的爱是不够的 孩子就缺少父母的爱 然后呢等等这种家庭的关系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今天我们在探索子亲关系 你的孩子爱手机超越爱父母 说明我们的父母很失职啊 然而我们父母还在骂孩子 在责备孩子到处问我的孩子怎么办 是吧 很多这样的家长把孩子弄过来都说 老师我的孩子有问题 我的孩子怎么办 怎样怎样怎样 当我们建议他 我们说未成年孩子 我们要做家庭系统的咨询和治疗 家长首先要先咨询 他会说我没有问题 所以他就走了不来了 对 因为家长不愿意面对自己的问题 对 他只是说孩子有问题 自己没有问题 还正常喜欢玩手机 并非单 单独的沉迷于一款游戏 或者没有达到不让玩时 就出现阶段反应的状态 可能只是父母想象的网络成因 就你的孩子可能他不是玩一种游戏 如果玩一个游戏 大家注意了 难点来了 就如果你的孩子一直玩一款游戏 不断的升级 这个孩子容易成因 如果你的孩子玩几款游戏 同时玩 那么不容易成年 因为他的大脑的认知在被调整 因为不同的游戏里面的认知程序 是不一样的 如果你一直一个程序在改变它 那么它特别容易伤害大脑 如果几个游戏换着玩是可以的 所以你看现在那个电玩 打电玩冠军的那些超级玩家们 都是每年都有这种比赛嘛 那这些超级玩家 他要玩一个游戏 不是达到那种境界 然后比赛或什么全国冠军 全世界冠军的这些选手嘛 他们每天都要花一定的时间玩其他的游戏 否则他大脑就废了 好玩吗 也就是说陪这样的孩子参加比赛的妈妈们 每天要在一个时间督促孩子 你怎么还不玩游戏呢 就说你怎么还不玩另外一款游戏呢 就让他一定在另外的游戏中去改变他的大脑的这个程序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感受 比如说文斌老师 我上一周就连续好几天 每天九个小时的网课 上午一场下午一场晚上一场 那我到晚上我的大脑就很疲倦 那我讲课的时候很兴奋 那我这个时候 我通常会把手机打开 看一些有关动物 有关狗的一些视频 对 我让我的大脑休息 也就是我玩 我看视频不是成瘾 而是我 我比较爱小动物 我会去救助啊 关爱那些小动物 去看那些视频 我看一看 然后让我的大脑休息 知道吗 对 这个就是换一个程序和频道 那青少年网络沉迷行为 到底是在享受手机的快乐呢 还是在对抗父母 也值得我们思考 因为我们会发现 所有的孩子 都愿意跟父母在一起玩的 为啥他迷恋手机 因为妈妈爸爸不在吗 他们不理我 我没有办法 我也没有朋友 我只能跟手机在一起了 所以他实际心里 愿意跟父母在一起 然而又跟父母 有对抗的情绪 那么这个就是 我们后期需要面对的 就如何提升父母的情商 如何跟孩子建立健康的 这个亲子关系 如何让你的孩子 有一个健康的子亲关系 因为今天 你的家庭 就是你孩子的原生家庭 对 也是你孙子的 超级原生家庭 我们知道我们这代人生活 活下来不容易 因为我们原来的父母 或者我们的爷爷奶奶那一代 都经历了很多事情 所以我们在从小童年被养育的时候 我们有很多不安全感 那他们的认知会传给我们 如果我们自己不再去改善自己的认知 那最后影响的是你的后代 你的那些扭曲的想法和情绪 说心里话就是说一丝不辣的 全盘照收给你的儿子 给你的孙子一代 就是完全会传承给后代 所以一点都不会浪费 全部照单全收 所以你看今天为啥 爷爷奶奶隔代教育教育的孩子 更容易不健康呢 因为越老一代 他们的心理 他们的引导 他们扭曲的信念越多 他们的认知越不健康 所以呢 当然不是所有的了 也有这个外婆 带出的好外孙 也有奶奶培养出的 卓越的成功人 也有 然而呢 我们也会发现好多那些 所谓的成功人 那些大佬或者大咖 实际他们内在也有很多 不健康的一面 也有扭曲的一面 也有黑暗的一面 好我们往下来 那么如果我们真的出现了 迷恋电子产品 我们该怎么办呢 也就无论孩子还是大人 首先最简单的一个方式 就是运动 运动可以分泌多巴胺 等快乐的化学物质 然后呢 运动还可以消耗体内的 有毒物质 比如说这个皮脂唇 这些有害的物质 那这些有害的物质 通过运动可以消耗 然后运动又能产生快乐的物质 所以呢 鼓励孩子多参加运动 户外运动 各种运动 然后让他的身体肌肉呢 也都快乐起来 让大脑呢 就是变得越来越健康 然后呢 第一步运动之后 慢慢的进行认知疗法 认知治疗 就改变他的大脑认知 我们说一个抑郁症啊 并不是说 他生来就抑郁 主要是他 当然也有天生遗传的那种抑郁症的 那么如果是后天形成的 往往是认知出现了扭曲 对 然后呢 导致他收到的信念 思想和他正常一个天然生命的健康是相背离的 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谎言 比如说我有一次星期天的吃饭的时候 你们都懂的 有一位妈妈就跟孩子说 那个女孩就不爱吃饭 她说的 你要不吃饭 那个姐姐就不喜欢你 她就不跟你玩了 哎呦 这是 曾雅宁在欺骗吗 就完全是用谎言在教育孩子 然后我跟他在一个桌 我说 姐妹 你能不能换一种说法 你说如果你吃饱了饭 然后就可以下去和姐姐玩的更加开心 我说你用这个正面词汇可以吗 然后对方很不好意思啊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心里还不太高兴 会不会想我的孩子你不要管 那我呢 我在社会上我只要看到我就会管 也就是说我们孩子在成长过程中 是因为父母不小心给孩子有很多这些扭曲的信念 扭曲的认知 导致他从童年他就很压抑很痛苦 对 那么改变认知 重新建立内在的自信自尊自爱 对建立一个健康的人格 然后呢家庭系统做全面的改善 父母改善 然后呢孩子才能慢慢的改善 否则我们把孩子搞好了回家 他就会打回原型 因为回去之后面对的还是恐怖的父母嘛 对 那个生死历劫的妈妈嘛 是吧 暴力的爸爸嘛 所以那样的孩子回到那个环境能好吗 不能好 那么好的行为可产生快乐的物质 对 然后呢大脑的这个健康的模块开始建立连接 神经呢细胞也会对神经那个连接会慢慢的变出 慢慢变得健康 然后呢慢慢的呢就是让这个健康的这个连接呢 啊这个面积慢慢的扩大 这样呢你大脑才会健康起来 然而呢这种神经健康的这个改善的过程 这个健康的神经通路啊这个是非常有的 我可以告诉大家就是我们的脑细胞神经细胞是有复活的能力 所以你要相信你只要给他建立正确的认知健康的脑回路 那么这个回路就不断的延伸蔓延 让整个大脑的神经系统慢慢的变成一个健康的大脑啊 那么慢慢的巩固也很重要 所以呢需要时间甚至需要给孩子建立健康的人生目标和健康的价值观啊 健康的能力 让孩子也愿意主动的选择积极向上的行为 最终才是好的 所以如果呃我们只是理论上说孩子要改变行为 然后你家长不改变 你天天让孩子改变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要整个家族家庭的改善啊 这个是很了不起的一个壮举 呃我不知道这个数据会不会是真实的 据说一对夫妻一个健康的家风 你可能会影响四十五万人 为什么你的儿子孙子一代一代 对你会影响真的是几十万人 有一天我们没有了 甚至我们也不挂在墙上了 对墙上也没有你了 甚至你的骨灰也没有了 然后你的后代他们依然是平安健康喜乐的 这个是我们想要的啊 所以呃首先从运动改变认知 然后改变家庭的角度去帮助孩子也帮助我们自己啊 呃运动呢他呢 他的好处是呃可以排解废物啊 可以增加这个健康的物质啊 然后让你的前额叶细胞呢更加的健康啊 然后你的大脑认知也越来越健康啊 呃人很奇妙如果认知是扭曲的啊 居然人就会有情绪 你说为什么呢 狗动物猫他们都没有什么这个认知脑 然后他也会有情绪情绪脑他有的 然而不会他可能不会像人类这样会自杀会怎样 对吧也不会去寻找信仰都不会 那么然而呢人类呢就因为你有人类的大脑 这是动物所没有的啊 那么你像猴子也没有大猩猩也没有 所以我们说猴子变的 我记得我我妈妈早年我信出 然后跟他讲 我说你相信人是猴子变的吗 他说如果真是猴子变的 那得多少猴子呀 对得多少猴子呀 是吧对所以呢我们的大脑很奇妙 他可以在健康的理念进来 真理进来 他就让你分泌健康的化学物质 如果是谎言进来 你就会分泌有毒的物质 所以要尝尝喜乐 用真理来装备自己的大脑 好那预防网络成瘾呢 在家庭呢 首先我们要做的就是温暖的支持 然后行为的管控 就说管控不等于打压 你温暖的支持孩子 然而呢慢慢的改变行为 改变行为你不是让孩子改变 你都要改变 整个家庭都要改变 这样呢你才家族性整体往前走 好我再给大家投一个原理 就说为什么我们会有情绪啊 这里本来是星期天要展开一点 展开更多 那今天呢给大家一点点 就是认知的ABC原理 A是世界呢 C是情绪 然后B呢是中间的信念 为什么信念会严重影响我们的情绪啊 这个就是我们的认知啊 比如说打个很好玩的举例啊 就是某某人小的时候 妈妈不让他吃病 妈妈告诉他不能吃棒冰 棒冰是辣的 所以他就一直没有吃 有一天呢长大突然发现 小朋友们都吃他也吃了 对发现哇这个棒冰不是辣的 原来是甜的呀 对这个时候 他有可能产生C情绪 第一种可能他会生气 他说我妈妈在骗我 就中间这个B的信念 他说我妈妈欺骗我 一直在欺骗我 不让我吃棒冰 原来棒冰这么好吃 他凭什么不让我吃 所以他对母亲会产生一个对抗 这个就是善意的谎言 是吧 那么这是第一种情况 他的认知是我的妈妈在骗我 对妈妈是不诚实的 妈妈是不值得信任的 这个想法 对然后甚至当他有这个 妈妈都不值得信任 身边最可靠的人都不值得信任 这个世界就没有可以相信的了 所以他一直觉得我活在一个虚晃的世界 大家都在骗我 所以他周围朋友 他也觉得在骗他 有一天结婚了 他觉得妻子也在骗他 有一天生孩子 觉得孩子也在骗他 所以呢他一直活在谎言里 活在恐惧当中 所以他就后来他的行为就吸毒了 这是我一个案例 第二种可能 就是有一天这个人长大了 吃了棒冰 对 然后 很甜 哇他终于知道原来棒冰很好吃 妈妈当时不让我吃 原来他怕我吃多了肚子痛 因为小的时候爱生病 所以呢感谢妈妈 当时 对保护了我 我谢谢妈妈 现在我长大 我可以享受棒冰的甜蜜 你看第二种 然后呢他跟妈妈的关系会越来越好 他也觉得 实际 我们在认知不足的情况下 身体还很软弱的时候 我们可以少吃这些对身体有害的物质 你看这是一个正确的认知 对吧 所以呢我们产生情绪呢 并不是因为某一个事件 有可能就是因为你这个信念呢 知道吧 对 我们在童年成长过程中 我们有很多很多的信念 那么当这个信念你被根深蒂固了 你甚至有很多童年的誓言 对 有一天就会引发你的情绪 引发你的情绪 当有一天你的孩子也遇到了这样的事 对 然后刚刚你从他身上看到你小时候的样子 你就会冲他发脾气 你发的不是你孩子的脾气 而发的是你的脾气 就你的那份童年的那份压抑 终于有机会爆发了 你就冲你的孩子发脾气 真的这是很可怕 当我在情绪的那部分再给大家更多的展开 所以我们的孩子都是无辜的了 对 那么我们要给孩子建立一个健康的情绪 那么你就要建立一个新的信念 就是第一 我们去驳斥这个必旧的信念 建立一个新的信念 那今天我们知道 所有人间的信念 可能都不是真理 所以呢 无论你爸爸教你的 你妈妈教你爷爷奶奶说的那句话 如果跟真理对照有偏差 它都属于限制性信念 或者我们叫它扭曲的信念 那么这些扭曲的信念 就会带出来扭曲的情绪 会带出来扭曲的行为 知道了吗 所以真理让我们得自由 真理才能让我们得平安 所以如果你没有健康的信念 一定去把真理直接放到你的认知脑 也就放到前额叶的那个部位 当你前额叶里装满了真理的话语 那么你就一生都平安 好我们往下来 还有刚才已经讲了 就是经济学家说鸡蛋不能放到一个篮子里 就是如果孩子网瘾了 你就让他多玩几个游戏 当然也不仅仅是冒险了 还要专业辅导 如果他很迷恋某一个游戏 你就让他多玩几款游戏 比如说孩子早恋 有没有人有这样的观点 孩子早恋 比如说我的女儿在初中的时候 有一个男生向他表白说我喜欢你 我女儿那时候小 他比同伴孩子小两岁 他不太懂 他就觉得你有病吧 对 因为我女儿小时候还蛮自卑的 后来高中以后呢 就会有男生就多起来了嘛 然后呢他就回来 经常会讲几个男生的名字 讲一个 然后我就问他还有吗 还有吗 对 然后在他过生日的时候 我们夫妻俩就买了一个很大很大的蛋糕 然后我说你可以邀请你所有的 你经常说的这些同学来家里 然后呢我就发现来了好多男生 对也有好多女生 然后呢他跟我们说 他说妈妈 你们把蛋糕拿回来 你们就可以出去了 然后我们要在家里玩 那我们夫妻俩一个一个看过去 真的是仔细端详这些男孩子和女生 就我女儿的闺蜜们 然后呢 等他们结束了 玩完了走了以后 老爸说了一句 他说没有一个好看的 对 爸爸这句话太重要了 没有一个好看的 也就是说 他给爸给孩子一个认知 就你可以广交朋友 你可以和很多男同学交往 然而老爸已经告诉你的 哪一个都不可以 所以这句话 我当时是不知道的 后来女儿在有一次讲课 写文章的时候 他就提到了这件事 他说那个时候 爸爸说没有一个好看 他说当时这句话很重要 告诉我就哪一个都不可以 那我就没有去谈恋爱 所以你看 当一个孩子谈恋爱 在专注一个人 跟一个异性孩子交往的时候 你实际可以让他邀約 许多个朋友一起玩 这样不容易迷恋 知道了吗 懂了是吧 对这也是跟我们的 大脑结构有关 背后也是有原理的 经济学也是这样讲的 接下来时间 给大家举几个案例吧 觉得时间挺宝贵 已经十一点多了 我这里 我昨天 不是说昨天晚上 而是今天凌晨 我大概写了这样几个案例 想给大家分享 但是我不知道 我如果一个一个分享过去 可能时间来不及 这都是吸毒的 对 我先讲第一个吧 我快速讲 这都是真实的案例 但是我不讲他是谁 某一个人小时候八岁的时候 当时爸爸是个教师 然后呢 那个时候单位是分大米的 那个年代 然后爸爸拿回了好多包 好多袋子大米 然后他就 其中一袋呢 就送到奶奶家 然后儿子看见了 然后他告诉儿子说 不要跟妈妈说 就送给奶奶 然后儿子就没有说 那妈妈不知道吗 估计爸爸也属于那种 PTT的 怕太太的 那么 结果在有一次吃饭的时候 可能就发生了争吵 然后儿子 他说我童言无忌 他说我就说 你上次还背着妈妈 把一袋子大米送给奶奶了 你都不告诉妈妈 你还不让我说 结果他说 当时范总 爸爸一巴掌打到他的头部 当时就打休克 他说当我醒来以后 我就恨我爸 我到底 想做一个诚实的孩子 还是做一个撒谎的孩子 他说这个认知 马上的大脑就受刺激 这个认知啊 就几十年在他大脑里 所以他就不敢做一个诚实的人 直到有一天 就因为这一件事 纠结到青春期以后 他就吸毒了 这是一个案例 谎言中的这个不讲 案例三 就是某一个案例 就是他小学三年级的时候 因为父母做生意嘛 把他寄养在老师家 然后那个学校离家有点远 那个学校有一个主任是校长 是他们的亲戚 但是呢 还不住在亲属家 住在老师家 结果老师家好多孩子 就是那个大高几年的孩子 就给他看这个黄色的录像 对 然后他当时还小不懂 因为他生理还没有发育 后来慢慢的懂了 这些大孩子们教他 过早的做了性教育 后来他到青春期 后来就是到了性成瘾的这个状态 当然这也是一个我的案例 那当然现在已经很好很好了 基本已经不用咨询了 已经完全好了 已经一年之前就已经OK了 他是做过三次精神病院 对 结果家里人都要放弃他了 就是不要了这孩子 对 然后找到了我 那我就用了几个月的时间 就把他调整回来了 好 第三个案例 金钱代替父母 和今天的电子产品代替父母 是一样的 这个爸爸妈妈呢 那个年代 他是开大车 大货车 然后可能那个时候很赚钱 然后孩子呢放在家 父母一走呢 就好几天 爸爸脾气很抱着 回来要打他呢 他说我小的时候 被我爸爸一手揪起来 摔在地上 爸爸高大是当过兵的 然后每次呢 妈妈爸爸走的时候 那是北方人呢 他说就把一达子钱 塞到抗洗底下 告诉我 这段时间 妈妈爸爸又要出去了 这些钱 由你自己去使用 就一达子钱 哇 他说大一点呢 是我可以花钱 小一点关在家里 我就从窗户 跟外面小朋友说话 他说我爸爸给我买一些糖 我就从窗户来扔 对 为的让他们到我家窗户下面 跟我说说话 我太孤单了 不让我出去 妈妈爸爸说 外面的孩子都是坏孩子 所以他就关在家里 大一点呢 他有钱了 他说我就恨钱 他就我就拿着妈妈爸爸给的钱 就出去和同学们吃喝玩 歌厅也去什么都去 他说我就恨钱 为什么恨呢 就是说我妈妈爸爸不爱我 他们居然把钱放在家里 来代替他们的爱 他就恨钱 后来他有钱嘛 他就开始吸毒 对 他用钱来去 打发自己的青春期 好 这个案例五就不说了 案例六 这是一个扭曲的养育 有没有发现我们的孩子 是我们的玩偶啊 你一直用遥控器 在控制你的孩子 对 这个吸毒的人员呢 他讲他的童年呢 是他长得很帅呀 小时候一直是表演 一直是演员 就是小时候小学表演 幼儿园表演 然后妈妈呢 就到处带着他去招摇 到叔叔家也说 哎呀快给叔叔跳个舞 给阿姨弹个琴等等啊 然后一直让他表演获奖 结果他说有一次很晚了 他从一个叔叔家出来的时候 和妈妈出来 妈妈就让他说快跟叔叔阿姨再见 他说我当时就没说我太困了 结果我妈妈带我走出一段拐个弯 我妈叉叉几个嘴巴打过来 他说你为什么不跟叔叔阿姨再见 他说我完全是我妈妈的一个玩偶 对 这样的孩子实际很多的 我前不久的一个案例 这个孩子也跟我说说 老师我想自杀 为什么呀 他说我妈妈说我来到这个世界 就是来陪他的 我马上要上高中了 那时候就初三的焦虑症嘛 我要上了高中 没有人陪我妈妈了 我妈妈该怎么办 我高中要住校了 他说我真的没有存在感 我觉得我活着一直为我妈服务的 我一直被他控制 对 这是一个 好 好 我讲这个案例 有没有凯探 如果有凯探 好 最后一个案例 那我要详细的讲一下 因为这个事也是我 后来为什么专心的做 也可能因着自己的家庭 家族中有这样的人 所以就有这样的呼召 有这样的预备 然后呢 让我在这个成瘾 这个领域上呢 做的比较多 这个案例呢 我不说是谁 我给赵老师发了信息 他知道 好 有这样一个人呢 他从小呢 那个年代呢 爸爸是中国医科大学毕业的 早年呢 大概是60年是61年 早年呢 多宝贝呀 是吧 对 然后呢 爸爸妈妈呢 那个时候支援大西南建设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好像到四川 宝贝昌吧 很偏远的地方 然后呢 那个时候是文革时期 知道吗 然后武斗 然后他们就不能把孩子带到身边 就把孩子放到老家和爷爷奶奶生活 对 然后也 孩子呢 看不到父母 那个时候只能用照片和写信 并且这封信 不知道什么时候写完才能收到 那么大概同年连续啊 连续有六年没有见过父母 对 这样的一个孩子啊 那就是早年的留守儿童吧 对 然后经历了很多很多那份孤单 对 那份缺爱 虽然他的家族呢 是还蛮强的 爷爷是老中医 然而那个老中医教育孩子 也很悲惨 他说有一次 爷爷那个鱼缸什么东西啊 零件呢 是鱼网啊 就找不到了 爷爷就以为是孙子拿走去玩了 就让他跪下来打 用鞭子抽 说 你要承认是你拿的 他说我没有拿 我真的没有 我说 那个有没有最后承认 他说没有承认 他说过几天 我爷爷找到了那个东西 是他忘错了 放了一个地方 我说爷爷有向你承认错误吗 他说没有 他说大人怎么会承认错误呢 所以他就带着这份压抑孤单 度过了他的童年 有一天他见到父母的时候 已经到了青春期 就已经是十二三岁了 起码小学毕业了 上初中了 才见到父母 那么他就是一个严重童年缺爱的一个人 后来上大学以后 那么尤其是大学要毕业之前呢 孩子们同学们开始自由了 开始打麻将 对 然后就接触了麻将 对 后来工作以后呢 就会去赌赌钱 玩钱的了 对 然后就会去喝酒 然后呢 酒喝到一定程度也很痛苦 自己也痛苦 家人也痛苦啊 比较惨 那后来呢 这个酒啊 麻将呢 是比较伤身体的嘛 是吧 还伤钱 因为你 你玩麻将 你又不会赚钱嘛 你还总要输钱 然后家里总要去帮忙去还钱 对 就比较惨 那么后来 有了电脑 那个时候电脑还在网吧里 哎 突然有一个新的事物了 那么就去玩电脑游戏了 因为他可以在电脑打发时间 就不再喝酒 就少喝了很多酒 也不再去赌博了 这样也省钱 因为那个时候网吧 还是按时间收费的 比较省钱 对 到一定程度 在网吧玩游戏的时候 他曾经 大概48小时在网吧不出来 对 不知道吃啥了 然后甚至有一次休科 然后网吧去 打的110 是120 对 就发生 就非常严重的这个游戏 又成年了 就是说 他童年缺失爱 然后有一天 他对酒迷恋 对烟迷恋 对麻将 赌博迷恋 最后他又转移到网络游戏 那这个网络游戏 有一天 网吧不用去了 是吧 家里可以买电脑 在家里玩 那么他的家里呢 就是在他的书房 就好几台电脑同时玩 整个组队团队好几个号 并且投了好多好多的钱 对很多钱都投进去了 甚至他的钱不往家里拿 不知道无数的钱投进去 然后呢 组队 然后战队 做得很大 甚至他是整个团队的 他们游戏里叫工会主席 哇 越做越有价值感 越做越大 然后甚至他们网友见面 对 经常网友见面一起喝酒 哇 太有成就感了 生活中没什么朋友 在网络建立很多这种至亲的朋友 直到有一天 他把他的游戏的号和密码都扔了 好像给了他群里的朋友 你们谁爱要谁要 我就坚决不玩了 对 直到有一天 对 那现在就很好 非常的平安 完全 完全 完全的回来了 对 特别好 并且非常非常好 这就是一个从童年缺爱 到物质成瘾 到行为成瘾 到调整过来 回归 到上帝面前的这样一个生命 这是一个很宝贵的生命 好 我就讲了这么多案例 我看我的时间差不多了 再讲一点点 我们就结束 就给大家提问题 还给赵老师 青春期是大脑的最后的发育期 如果你的家里有青春期的孩子 现在要严重的要重视了 不是严格的重视 要严重的重视 就说这个时候 他需要大量的多巴胺 去刺激大脑前额叶的成熟 对 如果这个时候 他的快乐 是他内在生命激发出来的 他会成为一个快乐的前额叶 健康的前额叶 如果青春期 还不能给到他快乐 那么他依然在别人的身上 别人的游戏 外球得到这份快乐 最后他的大脑 认知脑发育不全 有一天 他到成年人 他可能还没有发育成熟 所以我们会看到很多人 虽然已经28岁了 他的心理年龄可能只有8岁 虽然已经48岁了 他的心理年龄还不到18岁 所以我在有一次 在一个课程体验当中 一个同学 我们小组练习的时候 我带他做的时候 他说文斌姐 我看到了我6岁 我的女儿12岁 我儿子8岁 然后我的丈夫是成年人 他说我站在他们对面 跟他们吵架 哇 这就是一个不健康的成年人 对 并且我可以告诉他 大家 他妈妈爸爸都是老师 你看很多老师家的孩子都不健康 他父母都是教师嘛 那么不庆幸 不要庆幸青春期孩子 不运动啊 不发疯啊 天天闷头学习啊 等等啊 那么这个时候 不要指望孩子听话 你最好让他疯起来 狂起来 自由 甚至他摔东西 骂人 都是好的 一定让他内在生命力 被激发出来 你不能再打压他了 因为有好多 有的家长啊 孩子小的时候就打嘛 到青春期 你知道吗 儿子打爸爸 因为你已经打不过他了 对 完全是颠覆了 真的是很恐怖的 儿子居然把爸爸给揍了 因为你再也打不过我了 我终于有力量 真的 如果这个时期孩子 这份内在的力量激发出来 这份勇敢的 这个天然的生命激发出来 反而是件好事啊 好 这个 青春期大脑发育最后一个高峰期 需要健康的认知的植入 心理价值观的建设 健康的运动 还有健康的饮食和营养 那么这个给最后各位家人们 一点点忠告 就是如果你的孩子大脑 出在最高发期了 请你给他植入健康的真理 信念价值观 和健康的认知 然后健康的运动 以及健康的营养 我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赵老师 谢谢各位家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